央行犯狠话了 不要赌久赌必输 听着像不像是家长或者是老师训孩子呢 但这次这个话是央行副行长说的 央行专门针对汇率的问题 发出这么严厉的表态 确实不多见 到底怎么了呢 我们知道啊 最近人币贬值的压力很大 昨天像在岸离岸都大幅跌破了7.2的关口了 这已经是创下了08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了 光昨天一天 人民币兑美元就跌了800个基点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拿人币换美元 每换1万美元就得多掏800人民币了 只要不是家里有矿的 估计都会很肉疼 那因为有了人币贬值的这个背景 所以在27号那天就专门开了个会 名字叫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电视会议 参会的都有谁呢 在官方的新闻稿里 分量最重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央行副行长刘过强 他还有个身份的是 中国外汇市场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那其他参会的还有谁呢 新闻稿里没说 但大概可以猜到 估计就是各大商业银行的头头脑脑 因为外汇市场主要就是这些人在参与 这个会议的信息量是很大的 首先27号开的会 但是28号的傍晚才发的新闻稿 而且当天人币贬值反而加速了 这说明什么呢 不排除有参会的人在说一套做一套 其次刘航长的表态是非常严厉的 很多表述以往是很少见到的 举几个例子啊 外汇市场事关重大 保持稳定是第一要益 人币汇率历史上经受住了多轮外部冲击的考验 人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 再次呢会议上点名了 说存在少数企业跟风炒汇 金融机构违规操作等等的现象 当然了说的最重呢 就是刷屏的那四个字 九堵必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在这种官方表述里啊 一旦讲出一些什么 大家不要耳熟能详 或者是不要接地气的词 那分量就非同一般了 举几个例子 静点的 比如说像银保健会主席郭树 说理财产品的风险 他说收益超过6% 就要打问号 超过8%就很危险 10%就要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是很多人不当回事的 结果呢 我们看到刚性对付彻底被打破 P2P信托等等不断的爆雷 现在呢 你想找4%的保本理财都难了 原点的例子呢 还有人民日报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句话具体的分量 可以去问问印度和越南 那话说回来 领导在这次的会上 直接已经提要求了 说成员单位要自觉地 维护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 要坚决抑制汇率的大起大落 具体的分工 也是手把手的在指导啊 像报价行 要维护中间价的权威性 银行自营的业务 要合理开展 其他的成员单位 也要加强对客户的引导 监管部门 也要加强监测和预期管理 遏制投机炒作 微操到这种程度 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至少说明 官方已经有了一整套的 应对预案了 那为什么都开了这样的会 汇率还在跌呢 可以这么来理解吧 28号新闻发稿前 这个会是小范围的 有点像是把学生 叫到办公室里去 私下劝导的味道 那现在新闻通报了 就等于是在学校广播 公开点名了 性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 谁要是再顶风作案 就得自己考虑后果了 那么人民币 会不会就此止跌呢 其实可能没那么快 因为美元升值的惯性还在 趋势的扭转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 央行的工具箱里 真的还有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之前就下调了 外汇存款准备金 提高了远期 受贿业务的风险准备金 那接下来还可以有的是 重启逆周期因子 加大连岸市场 央票发行规模 强化跨境资金流动性管理 等等的措施 这些呢 限于篇幅就不逐一解释了 所以呢 央行这次犯狠话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劝退那些跟风者 不要真以为 碰上吃饭行情了 谁吃饭还不知道呢 另外呢 中国打金融战 确实也是很有经验的 不仅有刚解放时的上海滩 还有98年回归不久的香港 打得都非常的精彩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个赞 点赞多的话呢 我可以专门跟大家聊一下